演員金一日是南韓戲劇圈大前輩 出演過的戲劇作品數量不升美舉 有國民奶奶的稱號 但近期南韓卻一位假新聞猖獗 竟傳出金一日的烏龍死訊 曾一起合作過的演員金奎恩 還被假消息所騙 因此難過大哭了好久 而她在11日PO出 與金一日的合照發文表示 我因為那個壞心的YouTuber 散播老師過世的假消息而哭了好久 也很後悔沒有請老師吃頓飯 絕對不會再錯過了 我很尊敬您 愛您 一定要健健康康 保持聯絡喔 金奎恩透露被假消息所騙一世後 不少網友紛紛其分留言 索性一切都是假消息 金一日奶奶一定要健康長壽喔